好的 主播 在美国当地时间周六的时候 南卡罗莱纳州许多民众都拍到了战机飞行 靠近间谍气球 把气球击落的画面 路透社是报道说美军出动了多架战机 包括加油机一起来进行这项任务 最后是由一架F-22战斗机发射了单一一枚M9X响尾蛇飞弹 来击中这颗间谍气球 有美军高阶军官是表示说 击落气球的地点是在南卡罗莱纳州六海里之外的外海 那击落气球是由美国总统拜登亲自下的命令 拜登表示说他其实在周三也就是2月1号这一天 一听到关于间谍气球的简报 他就下令说尽快把气球击落 不过军方是建议说因为气球是在6万英尺 也就是超过1万8千公尺的高空飞行 那如果击落以后掉落在陆地上 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 军方觉得比较难以估计 所以是建议要等气球飞到了海面上 在水面上动手来击落这个气球 这样气球碎片落在海面上 造成的伤害就会比较小 那现在来听听看拜登是怎么说的 那美军周六要击落气球之前呢 联邦航空总署FAA呢 有下令南卡罗莱纳州三个机场停飞 净空当地的空域跟海域 就是要避免气球残骸掉落的时候呢 会砸到任何东西那酿成各种危险 那当天下午禁飞令就已经取消了 三个机场都恢复了航班起降 美联社报导说呢在南卡罗莱纳州的 莫特尔海滩呢 还有民众聚集观看军方来击落气球 并且在飞弹击中气球的时候呢 发出了阵阵欢呼声 那美军现在也已经出动船只 在海面上来收集这个 击落气球的碎片跟残骸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把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